58岁甄子丹回广东农村祭祖,曾花巨资打造甄氏陵墓,选址特别讲究。甄子丹回广东农村深山祭祖在香港出道的艺人,很多人都信奉风水学。甄子丹的祖籍是在广东的台山市,台山市位于大湾区旁边,是江门的一个小县城。台山这个地方,是广东省最多华侨的地方之一,是最热衷于出国的一个小城市。 甄子丹带着娇妻和孩子,开车到了台山,沿途的自然风景还算是不错的,只是村落看起来相当老旧,比较落后。 据悉,这是因为甄子丹曾经花巨资,维曾祖父特别修缮过甄氏陵墓,一个很大的甄字写在陵墓的上方,看起来相当抢眼。 不得不说,甄氏陵墓看起来坐落的位置相当不错,背靠大山,背有靠山,前面风景一览无遗,看起来相当辽阔。 从甄子丹对于甄氏陵墓的总是,还有带着妻儿祭拜的行动上,我们可以看出,甄子丹是一个很念本的人。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,他们的祖先,本来就是在内地,所以会到内地定居,也算是叶洛归根的一种表现了。 据悉,这一次甄子丹之所以出现在内地,是因为他不仅需要在内地拍戏,而且还在内地购买了物业,一家几口人也打算在大湾区发展了。